10月中旬大雨导致土石摊坊 掩蓋了七堵區東新街一處營造廠和民宅 一個半月過去了大批土石仍然在現場 特別影響到營造廠運作 40多位員工生計受到嚴重影響 我的車輛還有十幾步都在裡面 然後我的那些材料什麼都還在裡面 一直都不能沒有辦法如期動工 然後只能不能如期動工的話 我們這些員工大家都不能上班 都沒有辦法領薪水 這樣對我們來講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居民和營造廠老闆及員工 因此向市議員張耿輝陳勤 張耿輝也請新任市長謝國良 再度到現場關心了解 張耿輝更呼籲新任林佑昌市長 應該謹速要求市府以及中央相關單位 趕快想辦法來運走這些土石 讓居民和營造廠員工儘快恢復正常生活 也不應該留給新任市長謝國良來處理 再過兩個禮拜就兩個月了 那整個圖案我們到現場來看 我今天也感謝我們未來的準市長 既然準市長到現場來關心 因為當初在選舉中 中央也有立委也有來 市長也有來 大家我不希望說 在選舉的時候大家來做作秀 然後就沒事的 那問題這邊的生活 我們按照憲法然後15條的話 有保障工作節生命財產節等等 但是讓這些住戶甚至於有些不敢回來住 我想這不應該說把這個責任要丟給我們下任新的市長來處理吧 那我也是要呼籲我們林市長的話 你在卸任完成之前要做個恩敵 把這個該處理掉的那些青途 那些污泥的話 趕快讓這些附近的住戶有個正常的生活 那看來這個地方目前的情況還是沒有完全的改善 所以當然我們也是希望政府到底他的角色應該是要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這個到底是中央跟地方管轄 或者說這種災害準備是不是有預備金等等 我也希望說一方面是希望市府能夠幫忙這些民眾 盡快能夠解決這個困難 對那我當然如果等我下個月有機會上任以後 我也來看看如何能夠有效的來幫助到他們 那今天就是先跟張議員過來看一看 因為我們在災害發生的第一時間 我們其實有過來過了 對對對 謝國良除了再次到現場關心大家 也感謝大家這次的支持 讓他順利當選市長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